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话语分享的时间 阿们,哈利路亿 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美好的主日 我们一起来亲近神 也一同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耶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信的耶稣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当我们前面这个 这个同工训练 门头训练的信息里面 特别分享到 罗马书的第六章 三节到十四节 那么弟兄姐妹 你看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十四节 他都是讲到基督的死 埋葬复活的目的 是不是? 讲到基督,要讲到我们 讲到基督死,我们与他同死 基督埋葬,我们与他同埋葬 基督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 基督向罪死了,我们也向罪死了 老旧人死了,罪身灭绝了 基督向神活着,我们也向神活着 我们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合一 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就选择把自己献给神 对不对?献给义 给神用,给义用 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这律法是一个体系 恩典也是一个体系 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 罪就能做主了 做他的主了 但他不在律法之下了 他在恩典之下 罪就不能做他的主了 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所以就是生命做主 心造人做主 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仰视 谁受了财? 心造人受了财 不是罪受了财 不仅耶稣大个魔鬼 大过罪 大过一切疾病 弟兄姐妹 与耶稣一同复活的人 心造的人 也大过一切魔鬼 大过一些罪 大过一些疾病 被耶稣说了财 不仅耶稣说得财 你心造的人也说得财 因为你心造的人 不再是你自己 那是谁? 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活着 所以心造思想 引力新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是神给我的信息 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进入2024年 一切都会更加的加速 这些信息化的时代 你看 比过去那个农业化时代 这个工业化时代 支持量 信息爆炸的程度 更快 过去500年一次革新 现在五天就不一样了 社会发展速度都快 科技日新月异 是不是 各种先进的 科技生产力 是不是 先进的这种思想 创意 在爆发 所以弟兄姐妹 那么神的儿女 我们的心意 必须要更新 思想必须要更新 不能停留在中世纪了 不能停留在宗教里了 不能停留在老文老旧人里面了 不能受你的感觉 环境 时空观念所局限和影响了 你得认识到 你是属神的 你是属基督的 你是属灵的存在 你是超越时空的存在 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 看到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新造的人 你里面的生命 就不是过去的生命 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里面的生命 是新造 新造的人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分享 新造思想引领新时代的信息 所以基督救赎的目的 他就是让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彰显的是基督 彰显的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彰显的是天父的荣耀 那里面的生命 他不是自己的生命 他是基督的生命 每一次宣告新造人 天到我 自我 我的时候 已经不在是过去那个我了 过去那个我已经死了 知道不知道 现在是一个新的我 新造的人 新我 还说老我 干什么 老我早就 早就过世了 早就过世了 又过世了 又过世了 现在是新我 既然是新我 为啥不宣告 没自己宣告 新我 那就是彰显基督 越认识新我 你也越发认识基督 你也越发认识基督 因为光认识基督啊 光认识基督的目的 也是为了认识新我 新造人 越认识新造人 也认识基督 阿伯 所以我们看到 罗马书的第六章 三节到十四节 他讲基督 讲一句基督 又讲一句你 是不是 讲一句基督 就讲一句你 讲一句基督 讲一句你 不但那样的对比 所以在基督里 看见你 新造的自己 基督为什么死 埋葬和复活 是为了让你 与他同死同埋葬 老旧人同死同埋葬 活着的是新造 所以你想想看 能不讲一下基督 再讲一下你吗 这才是基督新造的教导 阿们 这个教导才是新约的真理 这个教导才是真正的真道 你其他的讲的 讲基督不讲你 不讲新造人的 光讲基督的 不讲新造人的 都不是跟你 光讲基督的 讲到你了 还说你老我很大 老旧人 还说你各种问题 都是魔鬼教导 这是宗教派的教导 他讲基督也讲错了 所以我们越发的 要精准地认识到 基督救赎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成为 新造的人 新造人 好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经文 所以这个新造人的生命呢 他是谁的生命呢 他就是基督的生命 就是基督的生命 不再是老旧人的生命 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公罗西书的三章 一节到四节 公罗西书的第三章 一节到四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 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看到没有 这多么的精准 今天 你必须要看到 这一段的经文 在讲什么 它就是在讲 基督的生命 是你的生命 你与基督 第一 你与基督一同复活 第二 你当思念上面的事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的老旧人 你们已经死了 老旧人已经死了 是不是 现在你是基督的生命 阿们吗 所以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面 基督的生命 成为你的生命 你不思念上面的事 你思念什么事 最后 当你思念上面的事 你就会怎样 彰显基督的 阿们 彰显神的荣耀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都是如此 好 你看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 一同复活 首先是不是复活 复活之前肯定是死 什么死了 老旧人死了 现在与基督一同死 同埋葬 然后同复活 阿们 那这个与基督一同复活 这是一个新造的事 新造的事 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 那么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你看这个球上面的事 其实就是讲到你的心 你的思想 在哪一个里面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也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虽然你肉体还在身上 但是你真正的身份 但是你真正的身份和地位 位置是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的 所以你在地上生活 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 过地上的生活 应该用天上的思想 过地上的生活 用天上的眼光 过地上的生活 用天上的位置 过地上的生活 阿们吗 你像别人落的 同化的和世人一样 世人怎么想 你也怎么想 地上的人怎么想 你也怎么想 老旧人老雅当怎么想 你也怎么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 他应该有的思想标配 思想标准 下面更加的精准 第二节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前途不前途 你每天想啥 这具体应用在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 你到底想啥 什么事 上面的是什么事 地上的是什么事 上面的是爱的 健康的 公义的 圣洁的 对不对 蒙福的 有权品权利的 你应该思想这上面的事 基督的事 与基督同做宝座 想这些事 你想业上干什么 你要清楚知道 这里说的是你们 不是光说某某牧师 这个你们就是包括所有基督一同复活的人 看到没有 不是光说某某牧师 王牧师 赵牧师了 他们想上面的事 你想地上的事 然后 你地上的事 都是问题 都是麻烦的事 你就问 王牧师 赵牧师 怎么办 怎么办 啊 赵牧师 身体有病 这怎么办 啊 赵牧师 王牧师 儿子大了 不愿意成家 怎么办 啊 李牧师 女儿不愿意嫁 没找到对象 搞对象 怎么办 啊 杨牧师 这个 做生意 这个开这个店 啊 这个到底开什么店 啊 这个事该怎么办 难道这是他思想上面的事吗 这是牧师群体 思想上面的事 你都思想地上的事 然后你遇到各种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办 都问牧师该怎么办嘛 亲爱的弟兄弟们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没有更新的 看到没有 虽然还有人问 哎呀 那微信里有一个人 他说他是精神病 抑郁症 然后天天问我要钱 陈牧师这该怎么办 这家问的 陈牧师 这个 错误的家庭教育啊 培养了大量的妈宝女 什么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问父母 长到三十岁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 四十岁的也都 啥事都问父母 也叫妈宝兰 这个错误的教导之下 宗教的教导之下 也培养了大量的木宝兰 木宝女 什么事再问牧师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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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亲疑书头面 两三年问一下吗 也可以啊 书里那婴儿 你现在十年了还问 三十年了还问 现在五十年了 还什么事 一点的小事 都要问 问一下牧师怎么办 那你是不是木宝兰呢 你不知道思想上面的事吗 你不知道用神的话来 神的道来事情统治吗 不知道用新造思想 引力新时代吗 你就是没有听陈彼得牧师讲道 你要认真听陈彼得牧师讲道 你谁都不会问呢 怎么办 先问问你自己 你想怎么办 是不是 你不想说还是问外面吗 问这个问那个 先问问你自己 你想清楚啊 你想怎么办 透过神的话语 你想怎么办 思想天上的事 思想上面的事 对不对 与基督一同同坐 没有宝座的心态 这个心态 来看世界 你想怎么办 你要记住 你自己就是答案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看到没有 新造思想引力新时代 要把你的思想提升到这样的高度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阿们同坐宝座 拥有权力 拥有智慧 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自己就是答案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当然你不会再想了 都想负面了 接受负面了 那你又不是思想天上的事 上民的事 我说的是 你就是答案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它是有依据的 这个依据是什么 这个依据就是 基督新造 你是被创造在基督里 你是被创造在全民里面 你有权力的人 还到处问怎么办 怎么办啊 有权力的人都说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这个要这样 那个要那样 是不是 这叫奴隶 怎么办 怎么办 搞清楚了没有 所以你思想上面的事 它强调的是你的思想 看到这个思念了吗 不要思念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意想的事 这个思念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看法 判断 认为 认为 看法 判断 你 你怎么看 你怎么认为的 认为 看法 判断 跟我说 认为 就是你怎么 这件事你怎么认 是不是 你怎么认为的 就是你怎么想的 看法 你怎么看的 跟我说看法 你怎么看的 判断 你怎么决定的 认为 看法 判断 多么强 多么精准 你得有点逐渐 好不好 不要啥事 都问别人 神的话 已经给了我们 你透过神的话 来看不就行了吗 关于罪 你怎么 你怎么认为的 耶稣留下 洗净我的罪 是不是 我的罪都被赦免了 所以你的认为是 最多洗净的赦免了 听见没有 接下来看法 怎么看 接下来 你就会看 我是没有罪的 我是圣洁的 公义的 阿们吗 接下来判断是什么 那魔鬼想要 把自己嫁过来 奉耶稣不接受 魔鬼想要给你 偶尔不小心被魔鬼骗了一下 犯了个罪 奉耶稣明他要定你的罪 奉耶稣不接受 他定罪 宣告你是公立的 判断一下自己不行吗 宣告我被赦免 奉耶稣明自己赦了 别想定罪控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多么的精准 所以这叫思念上面的事 你思念上面的事 你看到耶稣他已经赦免了 他都已经完成了救赎打工了 你都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 一同坐在天上了 你还有罪啊 那你咋复活了 你咋坐在天上啊 你难道是坐在宝座上 你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 这一天你 魔鬼让你犯个罪 把你从宝座上又拉下来了 你在宝座上没作文 被魔鬼用罪把你拉下来了 耶稣也没有把你拽住 然后天天就说自己有各种问题 遇到各种问题 他就要开始问怎么办 以此类可以处列旁空 每个领域都这样嘛 什么孩子啊 学习啊 工作啊 事业啊 在哪里开店呢 今天有抑郁症的人 在微信里面有抑郁症的人 问你要钱呢 你都没有一点思想吗 你认为是什么 他说他抑郁症 他就抑郁症了 微信里人 他说他抑郁症 就是抑郁症了 他问你要钱 你就要给他钱了 你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认为看法判断 非常重要 是不是 我跟抑郁症他还能问你要钱 那他能问你要钱呢 就不叫抑郁症了 好不好 还有 他是抑郁症 他没父母吗 你是谁 跟你有啥关系 他无缘无故就问你要钱 他第一责任人 监护人应该是他父母吧 要钱应该问他父母要吧 是不是 要到你这儿来的天天问你要 搞得你不知道怎么办 还问陈牧师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跟我说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想给他钱就给他钱 是不是 有钱你就给嘛 钱是在你手上 你不想给的你不给嘛 那他又能办你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你首先 你的这个认为 你的看法 你的判断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就是怎样 接下来就是 你要坚持 是不是 将心思专注了 就是你要坚持你的认为和看法 你的判断了 比如说 魔鬼把病加进身上 你怎么认为的 魔鬼肯定说你有病 你是病人 他天天都会这么说 他不但把这样的想法 往你往海里逛 放到你心里放 他要透过人说 透过医生说 要把你定义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你怎么办 看到没有 可是根据神的话语 耶稣说 变成我得的医治 我是健康的 我思想上面的是 我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做宝座 是不是 那上面 我与基督都一同复活 一同做宝座了 那我哪有病呢 我思想上面的是 上面有病没有病 我思想上面的是 上面没有病 天上没有病 坐在宝座上的 耶稣没有病 与耶稣同复活 同做宝座的 我没有病 我还听你魔鬼的 还听人的 被魔鬼利用的人的人 说你有病 你就有病了 上面没有 你就没有 看到没有 上面是答案 你就是答案 你就是答案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你的根据是什么 你的根据是上面 你现在在地球上 肉体在地球上 但你是上面的人 你是哪里来的 上面排来的 地球上干啥的 代表上面来说话的 代表上面来在地球上生活的 你的每句话语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生活方式 都是代表上面的 代表天国的 上面如何 你也如何 耶稣如何 我也如何 那不就是 上面如何 你也如何吗 魔鬼是谁 病是谁 他是下面的 上面的 你上面的 不思念 思念下面的 我 这就你没 最近看到很多错误的教导 他不是把你带你的思想上面 他天天让你思念下面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思想上面的 下面的 他怎么说都没有呢 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你有病 奉耶稣的名 他才有病 是不是 耶稣是健康的 上面没有病 我就没有病 我是健康 耶稣受病让我得了一致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思念的第二层意思 是专注 把你的全部的心思意念 专注 专注在哪里 专注上面 你别早上起来专注上面 中午的时候专注自己 老旧人 晚上的时候专注魔鬼 专注病 然后睡一觉 早上去听一下 陈彼得牧师灵修 早上又专注上面 到中午呢 又专注老旧人 因为听老旧人了嘛 有人他早上听陈彼得的灵修 中午他就去听老旧人了 老我没死透啊 我们还有罪啊 老旧人没活着啊 只要专注老旧人 只要专注老旧人 晚上身体就不舒服 然后魔鬼就送病毒啊 问题给他 哎哟 身体不舒服啊 发烧了吧 感冒了吧 专注罪去 是不是犯罪了 身体有病的吧 生病了 你看 这个兴起了 早上是上面的 中午是自己这儿了 老我自己这儿 老旧人那里的啊 晚上都到这里那里去了 早上就是盘旋台 早上又听陈彼得牧师灵修 又骑上来了 中邮这也就了 你看你这样的冷血嘛 就像过山车一样 牙子上面 到中间 到下面去 再给我上来 再中间 再下面 几下子就把你咬晕了 有人他就不敢坐过山车 你看我就敢坐过山车 不但敢坐过山车 我还敢坐摇摆锤 大摆锤摇摆锤 把你一下弄到上面去 让他摆在下面 一弄到上面 让他摆在下面 你内心强大 你才能摆 你没强大 你摆啥摆 我都是从过山车 经过过来的 摇摆锤 经过过来的人 有一次 跟他们一起去玩 他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请客 说什么事 今天带你去一个 游乐场所玩一下 然后 然后就带了我们几个人 还有一个姐妹 还有一个姐妹 他的妈妈 好几个一起去了 然后到他的游乐园里面 他就要 过山车 也有这个大摆锤 那个弟兄说 今天就是自由玩 你这个都可以玩 想玩吧 玩上 然后呢 有个姐妹 他自己以前玩过那个大摆锤 他知道大摆锤的力量 但他妈妈没玩过 他妈妈是五十多了 他要哄他妈妈说 上去玩吧 你看 陈牧师都上去了 跟他一起上去玩 他妈妈说 这个是好不好玩 不可以有危险吧 没事没事 很好玩的 你看 全部是在上去 你就跟着去 他妈妈刚刚是不敢上 然后他女儿就说 你要上吧 你要上吧 听他女儿的话 要上吧 不知道你做过大摆锤 没有 那这个大摆锤啊 你现在一坐上去了 他那个发动了以后 他就是这样 他大概就是 就像很大的一个篮子 比摩天篮肯定小一点 很大的篮子 他会怎样 他会一会儿 左右的拐 拐一会儿 他要上上下下的 上上下下的 就要起伏 起伏好了一会儿 左右的摆 总之你一会儿 脱上上 一会儿脱上下 一会儿望左 一会儿望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这内心不强大的 你只要坐上去了 那就是 啥 这下真的叫 全都交脱了 全部都交脱了 知道不知道 现在知道啥交脱了吗 就是你里面吃的东西 全都交脱了 交脱 交脱 所以那个姐妹的妈妈 全交脱了 她早上吃点早餐 包子 面条 油条 全都交脱了 全都交脱了 知道不知道 不但这交脱了还不上三 整个人就是说 哎呀 下到一个地步 脸上画一点妆啥的 早上起来不是化妆吗 眼里哗哗哗的 等它下来以后 妆容都卸下来了 都不用得给卸妆水了 是不是 卸下来都一条一条的 它倒倒了 知道吗 脸都变悟了 下来又走得都这样 康康站 然后整个人就躺在那里 不能动了 交外线的其他的就玩不了了 就能躺在这睡觉了 他就敢说骂他 也敢骂他女儿都骂不了了 这个地步 现在就你没 你看到没有 像我这个人上去 是不是 搞了一次 我说这算啥 再来一次 兄弟们知道吗 我干的一次 我再来干一次 我可一定要干四次 我那一天我就拉个大白肥 也就玩了四次 你去试试 什么过山车算了几 大白肥的才叫厉害 比过山车还厉害 越是困难的 越是挑战 我玩四次 是不是 玩到最后 随心所欲 想打就咱 他摆就摆 他往上往上 下就下 我叫做 右叫右 还唱赞美诗呢 明白吗 你没两下 你还坐大白锤 连过山车都走不了 所以你内心的强大 你在什么环境当中 你懂 啥东西都挟制不了你 你跟他玩似的 你内心不强大 你去了就被他挟制 你像我现在真理的道 我越怕认识道 你只有明白真理 真理是你的自由的 你明白真理的道 这个道是你强大 思想 就思想都分不同领域 不同等级 看到没有 阿们吗 你已经拥有的最高级别的思想 你其他的思想 那他就是小儿科 你最高级别的道 真理的道 基督的道 又认识基督 新造人的道 又认识你是新造的人 是不是 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思想上面的事 其他的都是小儿科 根本不散沙 你就是坐大白锤 你也是当小儿科 坐过山车 也是如走品地 因为你没有道 强大的力量支撑你 阿们吗 你没有真理的道 没有这样强大的道 你以为你中午天下 老旧人 早上听一下 新造人 中午天下 老旧人 晚上听一下 你还有各种问题 魔鬼醉和病 你能承受得了 你的结局 就是跟那个姐妹的妈妈一样 都交脱了 是不是 跟他一样都交脱了 都吐了 但是哭啊 喊啊 吐啊 全个人都摊在那儿了 就差一点没叫送医院车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里就是什么 用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 你要思念上面的事 把这个思想体系接力起 阿们 好玩不好玩 你这个建立起来 你关注在基督的 真理的 这个君王的 与他同坐宝座的 天上的事 无论这个魔鬼罪和病 无论老旧人 这些思想 怎么骂你都没用 你真的这么强大了 你再去听一听这个 你觉得就是小儿科 他想摆你 那是不可能的 摆不动你 你看他就是个笑话 你在这儿哈哈大笑 明白了吗 你坐共产党车 如坐平地 坐大败陪 哈哈大笑 那如果你这个真理的道 没建立起来 你的思想体系没建立起来 你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没有思念上面的事 这些思想没有成为你的思想体系 你去听一下 他就会拉扯 他就会摆你 把你左摆右摆 上摆下摆 前摆后摆 拐着摆 倒着摆 把你摆得 一直摆得怎样 头晕目眩 摆得全交脱了 你能假日在那儿他呀 那就 假日不了他 就被他挟制 所以才会吐来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用这个地方 就可以清楚地 鲜明地告诉你 我们思想 思念上面的事 来喂养你的思想 兼顾你的灵 兼顾你的内心 使你的灵成长 内心强大 思想坚定 情绪稳定 是多么的重要 意志力坚定 是多么的重要 这样的 你进到世界 任何领域 任何场合当中 是不是 它都影响不了你 听明白没有 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人事物环境 都影响不了 什么大过山车 连大白培都影响不了你 过山车算啥 那我们来四七五二 我先坐 先坐大白培 后坐过山车 这大白培一顿 都坐了 坐过山车 根本不散 不相信 回头你去体验一下 试试 其实有的人 每一天都在铁 熟灵的过山车 熟灵的大白锤 天天摆下 是不是 把它摆得 每一天都摆得交托了 你不听真理的道 不成长强大去 你去坐过山车 你就坐大白 你是不行的 所以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让你 坚定 让你专注 你就会有你自己的认为 看法和判断 而这个认为 看法和判断 就是神给你的 神怎么认为 你怎么认为 阿们 神怎么看 你又怎么看 神怎么判断 你又怎么判断 你专注在这方面 是不是 不再分心呢 你的思想的 关注在 神怎么认为 神怎么看 神怎么判断 任何的过山车 大白锤 都摇摆不了你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喊一声 阿们 所以 基督心造思想 就是你的认为 看法和判断 阿们 你思想天上的事 你就知道 我与基督一同复活 在基督里 我是心造的 看到没有 那你看所有的事情 问题 你都会有答案 你不会问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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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这么多的时间 问怎么办 还不如好好地 听真理的道 你多听真理的道 多思念上面的事 所有的答案都出来 因为你是与 神合一 阿们 是与真理合一 你里面是与道合一 你与天上联网的 而神 真理真道 天上 全是答案 完美的答案 你都与神合一 与真理 与道合一 与天上联网的 哪里还有问题 问问题 哪里还有问题 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的人 都是没有与神合一的人 没有听真理的道 没有多听真理的道 持续地听真理的道 专一地听真理道的 你以为你回答他一个问题 就解决他问题了 他没有真理的道 他一会儿这个问题 一会儿那个问题 他天天都会有问题的 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只有有真理的道 天天听真理的道 而使得道充满他的心 充满他的魂 充满他的思想意念 那么他每一天就不再是问题 而是答案 他将为天上的答案 来过地上的生活 面对地上的问题和环境 所以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地上的事 不能成为你的答案 不值得你去思念的 我们的标准是上面 跟我说上面 上面 说上面就说上面的 说啊 你得说啊 你为啥不说啊 你不说上面 你还想说地上呢 还想说下面呢 是不是 你不说上面 你肯定会说地上嘛 肯定会 光地上不够 还会说下面 地上是肉体层面 下面是魔鬼 看到没有 我们的标准是上面 天上的 上面的 不是地上的 也不是下面的 好 接下来说 为什么你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呢 下面说 第三句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看到没有 这个已经死了 就是于罗马书的第六章 看了 我们前两天这个 分享的 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 看到没有 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十四节里面讲的 一样的 讲的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是不是 第四节说 罗马书第六章四节说 所以记得 所以记得 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看到没有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看看 和这个罗马书第六章 是 是怎样 他是 以经解禁 他是怎样 他是完全一致的 那他的指向 都指向什么呢 听着啊 他的指向 都是指向老旧人死了 你看第六节 罗马书第六章四节说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路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啊 老旧人已经死了呀 你们已经死了 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不用害怕 不要以为说死了 就害怕 其实我要告诉你 其实说你们已经死了 老旧人已经死了 这是个好消息 如果要说你老我还很活着 你还活着 老我还活着 那才叫坏消息 听明白没 所以说你们已经死了 他指的就是老旧人死了 老旧人他们死了 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 阿们 同定十字架 罪生灭绝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不是 罪生灭绝 是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路 这经文是非常强大的 对付老旧人 对付那个错误的教导 老我没死透 老旧人还活着了 最强大的武器 最有力的武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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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武器一搬出来 就像核武器一样 把它给爆炸 看到没有 你要抓住我讲的重点 所以你越知道你老旧人死了 所以你越知道你老旧人死了 你越能够知道今天你活着的是新造人 你是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你是新造人 抓住我这个重点啊 你越知道你老旧人死了 死了 你越不会再被魔鬼下制 越不再被疑病下制 你就越不再是罪的毒朴 看到没有 老旧人和他同定十字亚 是罪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毒 清楚不清楚 换言之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老旧人与他同定十字亚 也不知道你的罪人 老罪深灭绝 老我已经死透了 你不知道 也不相信 那你就继续地当罪的毒朴 这就是来凑交道之下 为什么他成为罪的毒朴 因为他天天 为什么他说他天天犯罪 天天想说说 天天搞这一套 这个主要的原因 他不知道老旧人 你看他天天说老我很大 老我没死透 老我还活着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哪个国家 只要他这样的讲 那人 他不知道老旧人死的 他不知道他今天最深已经灭绝了 他继续当罪的毒朴 他变成下证 最下证的 他连续选择权 主动权 掌控权都没有 最随时随时也有一下 奴仆嘛 听陈福云的 他主人的嘛 但是当他听真理的道 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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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ons文明13メ 如果他听这个事唯火天我 听这个基督心造的道 认识道 诶 他老旧人死了 耶稣同地一十字架 神明了 可以rophe水1000 PHP Diamond Girl 10 Act 新造人 是不是 我是思想胜面的事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他就不再做罪的路 不再做罪的路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设置 熟灵体系 熟灵系统的设置 我们今天是基督新造的树灵系统 基督新造的树灵设置 不再是老我老旧人 老亚当的树灵系统 魔鬼罪和病的树灵设置 听明白没有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观众新书三章三节 他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 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这样的认知 你要这样的认为 老旧人已经是 你才会思想上面的事 你还认为你老旧人还大 你肯定不会思想上面的事 你都会思想肉体的事 思想魔鬼罪恶病的事 思想地上的事 思想地下的事 所以你可以开始认识到 这个老旧人死 你就开始思想上面的事 阿们吧 下面接着说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活在基督里 阿们吧 你是属神的 所以魔鬼找不到罪找不到你 病找不到你 听明白没有 你看圣经真理多么的经验 当我默想圣经 默想神的话 每一个字都是经验 每一个词都是经验 每一句话都是经验 谁说不讲逻辑啊 以前你听有人讲 哎呦 神是爱 神是有感情的 神是爱 所以没有逻辑 懂傻 第一个经验 神是罪 神是爱 神是丰富的爱 丰富的感情 爱你 但同时神 祂是真理啊 真理没有逻辑嘛 真理是逻辑中的逻辑 每一句话都是经验 每一个字都是经验 阿们 你看研究法律 研究法律的人 他的脑子都很有逻辑的 前一句话 中一句话 后一句话 每一个字他都很精准的定义 很精准的逻辑思维 是不是 你看到陈碧的牧师 是不是很多时候讲法很有逻辑 很有条理 前一句 中一后句 皇冠相扣 从谁写了 就是被神的坏序列 阿们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华师的训练 它是多么有逻辑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生命于基督 一同藏在神里面 阿们 亲爱的 亲爱书 所以你就要知道你活在基督里 你属神的 你是属神的 这个藏在基督里 藏在基督里 藏原文的意思是隐藏 藏在神里面 隐藏 隐历不让发现 也就是说 你活在基督里 你又活在至高者的隐蔽处 潜伦者的影响 明白 你被藏在那里面 阿们 他是你的山寨 是你的盾牌 是你的高台 是你的宝库 那么任何魔鬼 罪和病 饥荒和瘟疫 病毒和细菌 他找不到你的 阿们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你会说 为什么我要犯罪了 为什么要生病呢 说我藏在神里面 怎么还是生病的呢 知不知道为什么呀 问题就出在你这 你自己的嘴巴 你天天真理的道不听 你天天老基督新造的道不听 你天天老我老旧人 魔鬼最后病的 你自己想要开门的 本来把你藏在里面 你自己要出来的 你天天说 我老旧人没死头 老我还活着 我有罪 我是罪人 你说这些负面的话 说这些从魔鬼而来的话 接受从魔鬼而来的错误的骄傲 他就找上你了 你自己从里面出来 祸从口出 要是你自己不说的话 他能找得着你 你天天说 我活在基督里 是不是 你天天看着这上面来讲 你看他的逻辑 你天天说 我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有基督一同做宝座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有基督的神明 我是新造人 是不是 你天天奉耶稣的宣告 我思想上面的是 阿们 是不是 基督的功力是我的功力 基督的圣洁是我的圣洁 基督的智慧是我的智慧 基督的平安是我的平安 基督全民是我全民 基督的恩高是我恩高 奉耶稣的名 你先这样想 你先这样说 那老旧人 老旧人死的 老我都死的 奉耶稣的名 我现在是新造人 是不是 我活在基督里 我是属于神的 我藏在神里面 你天天这样说 他能找到你吗 你这样说 他见到你早就跑了 那就找不这样说的人 是不是 所以你只有认识到你与基督为同父 你思想上面的是 认识到老旧人都死的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活在基督里 你是属神的 你就是藏在神里面 这样你就是与神 同心同行同工 神怎么看认为 你又怎么认为 神怎么看你又怎么看 神怎么盼盼 你又怎么盼盼 那就是神在前面 你就在后面了 魔鬼看见的 就不是你 看见就是神 就是基督 你就藏在神里面 阿们 马上要结束了 最后 基督是我们的神力 是不是一步一步推向最高峰 前面讲的 与基督一同复活 思念上面的事 与基督一同坐在神右边 思念上面的事 老旧人的事 与这个 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现在把你推向最高峰 一步一步 一步又一步 都是恩典之路 一步一步都是祝福 还不够 真正的让你告诉你 一步一步 最高峰 让你看到最高峰 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最高峰呢 所以讲到新造人新造人 新造人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但是你要正确理解 不要说了 那我就是基督了 我就是神了 你记住 你永远不是 圣父圣子 是你三位一体的神的那个神 也不是那个 道成肉身的那个基督 得基督 所以那些人 他说他是基督 他说他是神的 全部都是异的 听明白没有 那这里基督是我们的神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你 他无穷的生命 分次给你 所以你里面有一个 你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一致的 你是有基督的生命 但你不是基督 那保罗他生活活着就是基督 听着 他是活着基督的生命 他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圣父圣灵 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神性的第二个神 基督 他从来没这么说 听明白没有 他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让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活着 没有老旧人 让基督在那里面照常显大 争显的都是基督的生命 没有老旧人 明白了吗 没有熟世的一套 是魔鬼的一套 老旧人的一套 都是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 透过他这个肉身争显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 有基督还有我 听明白没有 基督我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在肉身活着 这顺势搞清楚 所以像我们这么精准的讲道 精准的定义是很少的 很多人讲了讲了讲完了 那我就是基督 我就是神 前段时间还听他们讲了 对不对 我就今天就不说了 时间在不及了 我也不想说他 所以他就说 我就是倒成肉身的基督 他直接就这么说 他是个瘸腿的 一只腿是瘸子 走路出个拐杖 然后他说他是牧师 然后到那个教会里面 然后就给他教会的牧师 那女的也是牧师 女牧师很出名的 然后男的就是 我就是那个倒成肉身的基督 然后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牧师 就说你是倒成肉身的基督 那就把他当基督了 你看没有真理的人 他随便来讲 然后又没有真理的人 他就什么都听 然后我就听到 他们讲这个事情 你再出名有什么用 你没有真理有什么用 外在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骗人的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等你这样啊 缺腿 在我面前讲这种话 我直接把他怎样 直接就告诉他 基督还等你这样啊 基督还缺腿 倒成肉身的基督 缺个腿一样 他说我是基督 你信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这个生命是新造人生命 这个生命是基督那种 阿们 所以我要活就是活新造人的生命 活基督的生命 我不再活老旧人的生命 老亚当的生命了 阿们 阿们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是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 看到没有 所以在新天 我们每天活着 显现的是基督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显现的时候 我们一同被提 显现在他的荣耀里 有什么有关系啊 就与 你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 如果你 你什么是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呢 就是与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啊 有关系啊 如果你信耶稣基督 你就得到神儿子的生命 你信你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你就是新造的人 你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就是新造的人 那你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 他就是生儿子的生命 就是基督的生命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被提教会的时候 他的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 不被提你 被提谁啊 所以你里面有什么 被什么吸引 阿们 你里面是基督的生命 在他显现在荣耀的时候 你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一同被提 阿们 你在今生活着 每一天你活一清真理的道 思想上面的事 你在世上活着基督 彰显基督的荣耀 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 来被提教会的时候 你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这个显现 原文的意思 看到没有 原文的意思就是公开 公开啊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看到没有 显出来公开披露 显明出来 阿们 然后他的一个实态是 未来世 就是基督还没来 您不要听错误的教导 基督还没来 不要听阿道成肉身 还女基督呢 是不是 又来了一个蓝基督 学个台语 以前还有女基督 两个先知 见证人 还有更有的 以前还听到一个是 西纪路撒冷教会 直接一步到底 也不搞什么 也不搞什么 女基督了 还有蓝基督了 也不搞两个先知 直接一步到西纪路撒冷教会 然后让所有人都要去他那里听到 都要到他的教会去 我们是西纪路撒冷教会 你只有到西纪路撒冷教会 你才得救 不到西纪路撒冷教会的都不得了 你看就这样的讲道 还有那么多人去听 有人是发给我 什么事 西纪路撒冷教会 现在西纪路撒冷教会 现在西纪路撒冷教会 下来留你呗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多么明显的谎言 就这样的谎言 还有人听 西纪路撒冷 我们要看到 西纪路撒冷是最后的了 新天新地 西纪路撒冷 最后的一个时代 你现在地球上 还有基督徒还活在身上 就是说还有这些人 魔鬼还没被扔到屋里 最后还没有经历审判 白做大不做审判 拿来到西纪路撒冷 这旧天地还没过去 拿来到西纪路撒冷 旧的天地 你新天旧的天地还在 拿来到西纪路撒冷 你要新天旧的天地去了吗 旧的没去 新天来了吗 是不是 你新造人 旧造人死了 你新造人 你新天新地 老的这个天地它没了 被火烧了 是不是 那新天新地才来的 西纪路撒冷 这个都分不清楚 现在听见没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不听真理的道理 他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谎言 所欺骗 你这要听真理的道理 他就很有 熟灵分辨力 动达 他就不会被 歪谋 邪道 所欺骗 他不会像小孩子 中国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 异教之风 摇来摇去 随从 各样的异担 有没有异教 有没有异担 当然有啊 没有怎么会说 会随从各样的异担呢 对不对 就是他没有听真理的道 没有在真理上成长 他就是个小孩子 婴儿 熟肉体的 他就容易被体验 所以你只有听真理的道 真道上 同归于一 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熟灵上成长 满有基督长人的身量 谁都骗不了 所以这个显现在荣耀里 它是一个未来时刻 指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教会被提的时候 他是荣耀的 二次降临 我们用他一同显现出来 看到没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是最高峰境界 告诉你 今天你活着 没有自己 没有老旧人 没有魔鬼罪和病 只有基督的生命 只有基督是我们 唯一的标准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是神的儿子 阿们 照着神的形象样是造的 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 看到没有 这新造的人生命 他就是基督的形象一样是造的 那么我们这样的在真理上打根成长 你在世上就会活出基督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使命 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教会被提的时候 你就会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阿们 今生来世都包了 现在未来都包了 包在哪里 都被基督包了 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看到没有 这就是新造思想 引领新世代 你越发认识你是谁 你越发建造你的思想 你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交着所欺骗 也不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影响 问怎么办 奉基耶稣的名 当你在这样的真理上成长 你会越发的成长 越发的成熟 你的人格越发的独立 神的话语会塑造你的成熟 真理会使你强大 你只会听真理的道 在真理的道上被建造 你的思想会越发的稳定 情绪也会越发的稳定 你的话语会越发的健全强大 完全 阿们啊 你每一天都会心欢喜临快乐 肉身也安然之处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 好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 这个上网 主日的机会的分享 好 所有听明白的家人们 营收的家人们 相信的家人们 阿们 一起来祷告 是不是 你里面有真理了 你就得分店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祝福了今天的美好主日 美好的上午 让基督新造思想引领新时代 让我们认识到 基督就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神的样式 活出基督复活的大人 活出天父的荣耀 感谢你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建造我们基督 新造的思想体系 你用你的话语 来这样的建造我们 装备我们 奉耶稣的名 祝福每一个宝贵的神的儿女 让我们越快地认识到 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 老旧人都死了 让我们认识到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让这样真理的道 成为我们的保护 每一天 我们都在至高着的隐蔽下 潜能着的隐蔽下 被保护 让这真理的道保护我们 神通过这真理的道 来喂养我们的灵 来保护我们的思想一念 保守我们的心 奉耶稣的名 来保守我们的一切 奉耶稣的名 让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身上彰显 每一天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大 越发显大 完全彰显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宝贵的家人们 谢谢天父 让我们与你 与耶稣基督 未来亦会显现在荣耀里 这是你给我们生命的最高地义 给我们生命的最高地义 你是如此定义我们的 如此看我们的 也是如此成就在我们身上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们 每一个家庭 都应该如此的相信 如此的领受 如此的承认 谢谢天父 也如此的 以真理的道 成为我们 在世上的生活方式 哈利路亚 而且感恩 归给天父爸爸 伺候每个孩子 每个家庭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更加的在你真理上 扎根成长 让这新造思想 引领新的时代 引领我们的思想 引领我们的话语 引领我们的家庭 引领我们的生活 引领我们的每一天 谢谢天父爸爸 感谢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 同学可以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明 阿们